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我去欧拉雅总部是去参观 然后去他们的口红研发中心 然后去做口红 我今天涂的也是欧拉雅的 因为我没有干过这种事情 然后去觉得还挺好玩的 然后它的总部也蛮漂亮的 就走过去就像一个公园一样 然后我去树上摘苹果石 他应该都知道你最喜欢的超级英雄 应该是钢铁侠吧 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为什么你喜欢钢铁侠吗 很有钱 没有没有 开玩笑开玩笑 因为其实我是觉得钢铁侠蛮帅的 很有科技感 因为他本身不是一个具有超能力的人 他是通过自己的科技去打造出来的超能力 我就觉得这个精神其实蛮好 就是每个人你可以去创造 去创造自己的梦想什么的 然后最近我还看了《死士》 然后还喜欢里面那个铁人 钢人 可以叫你钢铁吗 开玩笑了 因为遇见你是你写给我们的第一首歌 能够给我们亲唱几句吗 因为遇见你 我学会珍惜 就算面对再多暴风雨打击 我会坚定走下去 谢谢袁哥 唱得很好 我可以给你们透露一下 然后前段时间在LH入了一首新歌 然后最近又正在写 然后会有两三首吧 然后写得差不多了 哇 中正会上的话应该会唱的 重庆话说几句吗 随便讲什么都可以 我就用重庆话说对你最忠心的祝愿吧 主力越来越漂亮 发达菜 然后身体健康一切损礼 你有听懂吗 有听懂 有听懂 除了前一阵子说过的新歌以外 你有没有什么特别想收到的礼物呢 现在比较喜欢的是一些比较有心的礼物 比如说甚至是一些朋友 他们送的一些有心的礼物 然后其实上次 因为录那个微综艺的时候 其实粉丝最后一期有送一些 他们手工做的礼物嘛 那些其实有些很有意义的 我都留着呢 除了你的家乡重庆之外 在你心里你最喜欢的城市是哪一个呢 因为最近我是一直待在洛杉矶 然后我觉得那儿其实还蛮好 因为风景也很好 然后玩的也很好 就是除了吃的不好之外 其他都蛮好 媛媛你好 我是你的小汤圆 就是像我们小汤圆用的手机屏保 一般肯定都会是你的照片 那么我们想问你一下 你的手机屏保会用什么样的图片呢 我给你看一看你就知道了 对 就是这个 哦 吃完火锅会爆豆吗 会啊 对对对 这是人之常情 这样的话就平常有什么护肤秘诀 可以分享给我们吗 如果就是小豆豆的话 其实不用在意 就是反正很正常 但如果说有点严重的话 最好还是去医院的皮肤科看一下 那个是比较准确的 你还记得你在七夕做的那个 小龙虾裱花蛋糕 味道还还可以吗 还能回味吗 就是不太可以 就是我把小龙虾都吃光了 然后蛋糕我也吃了一口 但是没有把它们混合在一起吃 最近学了一个可乐鸡翅 但是一点都不黑暗 做的超好吃 除非你用蓝色的可乐 可能做出来的会是黑暗料理 但是其他的应该是好吃 对对对蛮好吃的 经常在外面工作会想家吗 想家的话 就有时候会让我爸妈给我打个视频 然后拍一拍家里的狗狗给我 但是现在其实还好 因为我有时候在北京工作 爸妈想我 他们就直接坐飞机到北京去找我 就还挺方便的 圆哥我喜欢你四年了 我是在洋葱的时候开始喜欢你的 那个时候才六年级 你是一个特别真实的小孩 我已经喜欢你五年了 我爱你 永远支持你 谢谢您 您 您 您